iDo的成員舒嬅以爽朗的個性聞名 常常在社群上和粉絲們互動 也喜歡開直播分享自己的生活 不僅有想法說話也很直接 和粉絲對話就像和朋友互嗆一樣 直爽的個性超級春粉 今天舒嬅又開直播分享日常 一上來就和粉絲互對起來 有粉絲留言問 為什麼舒嬅的髮際線是黑的 他馬上回覆還問一句 有很難嗎 舒嬅為什麼髮際線是黑的 因為它長出來了 頭髮長出來 我原本的髮色是黑色 它長出來就是黑的 又是男嗎 舒嬅臉有色差 所以咧 我一定要一樣 顏色一定要一樣是不是 舒嬅有三眼皮嗎 三眼皮什麼鬼 舒嬅你的狗會講中文嗎 會啊 他還會講法文喔 英文也會 也會喔 你的狗不會嗎 你的狗怎麼不會呢 也有粉絲發現今天舒嬅特別嗆喔 原來是今天一早就和清姐姐吵架 讓她今天雖然沒有生氣 但比較敏感一點啦 沒生氣 就是很敏感 而前陣子舒嬅偷偷跑回台灣 回到韓國後馬上就被經紀人扣留護照 超搞笑的互動讓粉絲們也笑到不行 舒嬅 為什麼 沒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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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出所料直播結束後 舒嬅又上熱搜啦 讓她無奈喊 讓我安安靜靜的過完這一年 不要我求 看來舒嬅也是深刻體驗到自己的超高人氣了吧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